6月12日凌晨 香港立法会的周边 陆续出现了一些年轻面孔 这是由香港民间发起的包围立法会倡议 旨在阻止逃犯条例修订 在立法会二读 在警民对峙中 一个蓝衣女孩静静地隔在 警察与人群中间闭目静坐 我就想保护比较年轻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前些 当晚我纯粹是见到警方的防线 不断借家衣借家衣就退前 我就背对着他们坐下 纯粹的目的是想告诉他们知道 我们不想你再前了 但我都不会想攻击你 她叫林嘉璐 一个普通的26岁女孩 她是香港数以百万计的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人之一 港人担心一旦香港与大陆 达成引渡协议 中共党管司法的黑暗 最终将会笼罩香港 12号天亮以后 更多年轻人赶来 向全副武装的警察 举起象征和平的鲜花 也有人坐到林嘉璐的身边 12号上午 上万人将立法会周边围的水泄不通 场面相对平静 林嘉璐也回家短暂的休整 但是下午三点后 事态骤然升级 一些年轻人开始冲击警方的防线 警方则违规采用过度武力镇压 导致大约80人受伤 最后我们就算没有冲击 它最后那一刻都是要喷我们胡椒喷牢 运动到这一刻 我未看到一个成功的结果 未看到一个 我们想为自由得到的结果 但是希望我们香港人 知道为了自由 我们可以用生命去抗争 截至19号 港府仍未回应民众的撤回修理等诉求 但是林嘉璐并不灰心 温暖有爱开心的能量 是存活在人 每一个人的里面 人人都可以做 神希望我们做的事 你肯走出来 由你走出来那一下 去感受到其他香港人 带出来的讯息 或者这个自由的气氛 其实那个种子 是可以删到冲壮的树出来 所以今次这个200万人游行 我是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美好的将来 新唐记者梁珍、宋碧龙、林岚采访报道 就是带击的 部队 在这种地方 你看了 我也 是带击的 你 我